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NBA神话业 谁是小飞侠呢 小飞侠就是洛杉矶胡人一哥 Kobe布兰特 上周六西部冠军赛 胡人111-103打落太阳 以四胜两败夺下了西区冠军 在这场比赛 Kobe全场收下了37分 包括最后两分钟独拿9分 这也是胡人连续第三年进入NBA总冠军赛 去年胡人赢了NBA总冠军赛 可是两年前败给了波士顿赛尔迪克 今年的NBA总决赛又是这两队 这次胡人又是可以取得胜利 他们就会是连续两年的NBA冠军 也同时可以得到报酬 NBA总决赛 这个礼拜的星期是晚上六点 开始 请大家观赏 谢谢大家收看今年的UCSD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